為什麼三個月內不要講 要不要講我們都是尊重爸爸媽媽 但是因為三個月內 懷孕其實是很不穩定 我們常常很多就是說 有常常追蹤到三個月 不一定能夠過三個月一個關卡 國內外都是一樣 那三個月前的小孩子 有時候常常是小朋友 他們是一精卵結合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注定了 注定就是這不是一個健康的胚胎 他可能就沒辦法走上去 走到第六週或者走到七七週 心跳就沒有辦法再維持上去 所以三個月之前就會變成 就是說這些不健康的胚胎 可能就會自我淘汰 然後就停在那個地方 一直到三個月之後 我們才會說這個懷孕比較穩定 就是精蟲跟那個卵子 品質沒有很好是不是 這個當然是跟媽媽年齡還是有關 我們之後知道就是說 我這有個簡單的圖表就是說 三個月之前的流產機率 是隨著年齡而上升 不是正比的關係 根本是一條拋物線的關係 那我們從剛剛那個新聞 你會手裡頭 會手裡頭 會手在這裡 你如果像說你四十歲的時候 你四十歲的時候 其實一半的小孩都沒辦法再走 就再長上去 就留不下來的 就是留不下來 就四十歲而言 事實上他的懷孕 其實有一半以上 根本是沒有辦法走到三個月這樣子 所以事實上這個是在精卵結核內症 那個一個比較老的精子 或者比較老的卵子 尤其比較老的卵子 在精卵結核的時候 就已經注定了這個寶寶 可能走到一半就沒有辦法 其實你那邊的土35其實一直往上走了 是 所以我們一直都會 副長科醫師會建議就是說 要懷孕真實是要趁早 就是要到一定的年齡 要再生的時候 是真的是蠻辛苦 要冒蠻大的一個風險 那那條藍色的線是什麼 藍色這條線 是懷孕率 就隨著你年齡越越到 你的懷孕的機率越來越低 然後就算懷了之後 小孩子會沒有辦法 長上去的機率也越來越高這樣子 哦 原來是這樣 好年齡啊 好年齡 好年齡 快半百耶 所以我現在有些看人家 抱那個小孩好可愛有沒有 我都忍不住衝動 都想說自己有什麼資格衝動 對啊 工廠老了這樣 不容易 沒有心跳的意思是等同 講來聽就胎死負中 對 講白一點就是胎死負中 但是有時候我們會委婉 小孩子已經不在了 小孩子沒有再長上去了 小孩子在這裡停住了 對 但是有時候就是媽媽如果真的 怎麼都聽不懂的時候 我們只好說就是胎死負中 胎死負中就自負 不會再長大了 是 一定要引流 是這樣子的 就是如果我們已經確定 他胎死負中 我們當然建議就是儘快 把他引流出來會比較好 但是這個時候就會碰到 媽媽通常會有兩種的反應 一種就是他不能接受這個事實 對 他覺得一定是你看錯 他還要再去多問幾家醫生 那我也沒有意見 但是就是通常我們跟他建議就是說 那你可以 但是你就是不要放太久 另外一種是 放太久會怎樣 放太久 他還是個胎死負中 而且小孩子 怕的肚子來 因為死的肚子來 你放久當然就是怕會發炎 會放出不好的物質 反正對媽媽身體會 對媽媽身體會 對他在裡面會腐敗嗎 有可能 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所以我們會建議就是 也不要放太久 有些媽媽她是 她不敢做手術 不想引產 她就想說我會不會自己流掉 這是有這個可能 我們也給媽媽一點時間 就是如果她自己流掉也很好 可是如果沒有流掉 我們還是會建議 藉由一些醫學的幫忙 例如引產或者是說 藥物流產的方式 那小孩子什麼時候開始就有心跳了 七週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心跳的時間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七週 七週我們要看到心跳 七週沒有看到心跳就不對 七週看得到心跳 如果我們整個受孕的時間 懷孕周數都算得很準的話 七週是可以看到心跳的 如果一個月的胚胎是多大 一個月是只有看到男胚 我們要到七週的時候 男胚是多大 只有羊水囊而已 只有羊水囊 沒有那個小孩 有但是我們肉眼看不到的 一定有那個小孩在 我們真的要看到 一個月看不到小孩 就是大概就像針尖的那個大小 針尖啊 針尖那個大小 針尖那個頭這樣而已 你只要到六週的時候 它才有0.5公分 七週的時候1公分 難怪我那時候懷孟女兒的時候 我那時候去看醫生 用這個超音波 照不到的 是完全難怪 然後後來是醫生他就說 你要用一個方式 就是用陰道顯微鏡 對 才有辦法 就是說他可以去catch 比較小的一個 它的存在與否這樣子 一公分就不定吃 偷豆而已 對啊 很小 七個禮拜 七個禮拜大概就一顆 就是花生一公分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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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